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目了然近日 王一博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条动态 这次不是宣传活动 也不是广告代言 而是为自己的哥哥汪涵庆生 绿熙 这已经王一博连续第六年 为汪涵发文庆生 简短了然的祝福与饱含真情 两人之间关系好坏也一目了然 俗话说长兄如父 在天天向上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里 汪涵对王一博的呵护与偏爱 观众们有目共睹 王一博作为主持团里的老妖 也经常被哥哥们开玩笑和逗乐 虽然四个人年龄层次不同 但是总能玩到一块去 平时各地四人的相处也十分融洽和谐 与一家人无异 起初网络上充斥着很多质疑的声音 表示四人私下关系 其实并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美好 只是在荧幕上作秀给大家看 但谣言止于智者 看过节目的观众渐渐发现四人的真实关系 并非流言所传 他们的真实关系真的不是一般的好 当王一博还是天天小兄弟的时候 汪涵就早已观察到 这个不爱说话认真做事的小男孩 王一博那是不爱说话 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站在角落里 看着其他人的表演和竞争 但是当提及到自己擅长领域的时候 王一博就会大胆站出来向大家展示 毫不吝啬他的天赋和才艺 汪涵在节目中透露 王一博每次在节目录制结束后 都会默默地帮助工作人员车场搬凳子 不说话也不炫耀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这样不争不抢低调 做人高调做事且性格真实的大男孩 被汪涵看在眼里 这也是为什么汪涵最后会选择王一博留下的原因 比起兄弟来 王一博和汪涵的关系更像是父子 两人外出录制节目时 汪涵称自己出门从来不带行李 因为他身旁的王一博就是他最大最重要的行李 听到这些话的王一博 虽然没有对汪涵深情拥抱或者言喻感谢 但是其笑容就能看得出 王一博的开心和感动 大男孩在表达感情方面还是有点羞涩 但是汪涵也不奢求这些 因为他能感受到一博向他传递的爱意 王一博小小年纪就在娱乐圈闯荡 其中吃的苦和受的委屈汪涵在理解不过 每次节目录制 无论是好吃的还是好玩的 汪涵都会第一个想到一博 一博在闹在玩的时候 汪涵就会像慈祥的老父亲一样在旁边看着 非常骄傲与欣慰 从16年开始 汪涵的每一次生日 王一博都会亲自发文庆祝 大男孩话不多 虽然只是简短的顺利健康等祝福 但是其中包含的感情是非常浓烈的 所谓爱是相互的 王一博生日时 天天兄弟也会给他办生日宴 从外工作回来的王一博一身疲惫 但是哥哥们准备的生日装饰和摩托蛋糕 让这个不善表达的大男孩感动不已 满身的疲惫也被这样有爱的环境瞬间化为乌有 王一博在第一次参加摩托车赛 就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时 王涵亲自为他开香槟庆祝 得知一博在剧组辛苦拍戏 为了他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王涵直接在节目现场下单几大相迷 送着王一博所在剧组 试问这样的感情是真是假还需要定夺吗 王涵几乎不玩社交软件 所以对王一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祝福不会做出回复 但是这不能说明两人关系不好 王涵冷落了王一博 私底下两人肯定早已互通电话倾诉终肠 亲如父子的两人关系是好是坏一目了然 一月为世终身为父 王一博有王涵这样一个人生导师是他的幸运 王涵有这样一个年少有为的好孩子 是他的骄傲 相信王一博在王涵的教导下 为人处事和光辉前程都会越来越好 王一博未来可期 汪涵老师生日快乐 王一博被孤立 古嘉诚点赞吐槽油肥视频 直夸张哲瀚黄锦玉 王一博 张哲瀚等人主演的《维和防暴队》目前正在拍摄 目前这部剧的路透其实并不是很多 但关于这部剧中主演的讨论可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并且还有越传越离谱的趋势 其实在主创成员中还有一个演员是古嘉诚 或许是因为他并不是很红吧 因此在提到古嘉诚的时候 经常会用肖战的前队友来代替 当然这一次上热搜 网友也是用这样的称呼来代替他 或许是之前两人的关系确实好 这样的介绍方式更能引来网友的关注吧 其实在发生的事情中 与肖战其实没多大关系 要说有 也只能是前队友了 可丝毫不影响大家吃瓜 因为在古嘉诚的视频账号中 他点赞了数条解读电视剧的短视频 其中有山河岭 荣耀 乒乓以及尤斐 当然这三部剧其实也与目前古嘉诚合作的其他三位演员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尤斐是古嘉诚前队友 肖战的前搭档王一博的剧同实现在古嘉诚 也与王一博是同时关系 而荣耀乒乓是现同时黄景瑜的前搭档雪卫洲的剧 至于山河令则是现在同时张哲汉的剧 因此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点赞 都跟现在的几位演员 有着很微妙的关系 可偏偏古嘉诚还诚实地点赞了 这就是最大的尴尬 其实如果这些解说视频是夸这几部新剧的话 还好说谁不喜欢一部优秀的剧呢 可偏偏在这几个解读中 尤其是对尤斐和荣耀乒乓的解读 是吐槽批评大于夸赞 尤其是对尤斐的吐槽 让粉丝看了简直是火猫三丈 在粉丝口中的精品 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英文不值 别提粉丝们是有多生气 嘉诚点赞也意味着赞同该视频对尤斐的解读 认为这部剧差劲得很 让人很难舒心地看下去 荣耀乒乓也是如此 而网友扒出来这样的结果之后 纷纷拿古嘉诚之前的话来调侃他 人不红倒是爱蹭 看到古嘉诚这样的点赞 王一博粉丝也是十分委屈 在这部剧中 王一博流量是最大的 可先如今处处被排挤 如此这般 对得起将来对王一博流量的利用吗 甚至还有粉丝称 王一博疑似成团妻 还称其他三人合伙孤立排挤王一博 在粉丝们的爆料中 黄景瑜张哲瀚经常一块吃饭 而古嘉诚对张哲瀚是赞赏有加 目前吐槽黄景瑜的搭档徐卫周 肖战的搭档王一博新剧的视频 都被古嘉诚点赞 这态度也是很明显了 只不过 对王一博粉丝的这种指控 没有谁愿意承认 就像有人质问的 也没见黄景瑜张哲瀚天天约翻的消息呀 怎么就传出来了 其实要说孤立 感觉还是一些人片面之词 毕竟之前张哲瀚还夸王一博跳舞很帅 况且四人目前在同一剧组 无论谁被孤立 其实对这部维和防暴队一点好处也没有 至于古嘉诚的点赞 其实这也算是个人喜好吧 口味不同 欣赏和喜欢不同的剧 也是人之常情 粉丝们也需要放平心态 不要人云亦云 你们看觉得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